台南一中创校90年 因为台南市升格成了直辖市 校长就打算改名成成大副中 和成大合作可以获取更多的教学资源 不过消息出来呢 校友在脸书发起了抗议活动 有超过1000多人参加 像是毕业50年的老校友就认为 不应该为了钱而改名 不过学弟妹倒是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经费 东建筑都有红砖打造 保有浓浓日剧时代风情 台南一中创校超过90年历史悠久 但现在却因为改名问题 引发校友反弹 当然反对 如果说是你今天我给你一点钱 你改信啊跟我信好吗 不好 不好 你做我儿子好吗 不好对不对 已经毕业50年的校友直输反对 就是因为台南市升格为直辖市后 南一中校长黄运升 希望和成大合作获得更多教育资源 建议改名成功大学 附属台南一中 却有校友在脸书发起抗议活动 大头照下方就写着 我们只认同这个名字 这不是一种骄傲 更是一种荣耀 严厉拒绝变为成大附中 短短几天超过一千多人参加 有校友说改名举动 实在是kimoji不爽 但还在学的学弟妹却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还不错啊 为什么 因为经费有下来 有经费 但经费比较多的感觉 校方强调更名尚未定案 还在讨论阶段 会有这样的考量 都是为了获得更多教育资源 但现在却被校友炮轰 恐怕是校方 始料未及 终于新闻来过一家 黄讯扬 台南报导